沒聽出就是這樣的走音歌喉 柯文哲真的要開售票演唱會 而且一張票價高達八千八百元 直追韓國女團Break a PIN 柯黑大魔王王世堅一聽票價好貴啊 竟然比BTS 仿旦少年還要貴 直言柯文哲的歌唱功力 不像高家瑜有進步 我不但柯文哲的不會買 我沒有買過這麼貴的 說起政治人物開募款演唱會 高家瑜可說是柯文哲的前輩 四年前王世堅還擔任嘉賓 現場秀琴藝幫他拉小提琴伴奏 那一天之後我就瘋琴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我拉我的 怎麼他的Key另外唱一個另外一個Key 開了這個票價八千八 是有點誇張啦 因為如果說要比照Black Pink的話 那你至少也要唱唱跳跳 高家瑜自誇當年卡司陣容最強 無法超越 包括議員黃傑 呱吉邱薇傑 學姐黃靜盈 甚至時任競選副總統的賴清德 都來當神秘嘉賓 高家瑜四年前連唱四小時 最貴票價一千七百八十五元 只有柯文哲的五分之一 總共募款一百二十一萬 現在柯文哲如法炮製 祭出有限實體座位 每張票價八千八百元 算一算就超過三百萬 另外還有不限人數的線上票五百元 柯文哲募款演唱會 票價自比天團 就看柯粉們買不買單 三立信用李正恩到陳雁豪台北超到